因為當徐曉鑫把媽媽又搬出來 因為關於徐媽媽的事情 我們也都是聽曉鑫講的 大家也不知道徐媽媽是誰 就是他媽媽開早餐店 然後後來媽媽離婚等等 這些都是曉鑫自己告訴大家 現在母親節要到了 把媽媽搬出來說 你們不要欺負我媽啦 這樣合理嗎 這公眾人物 境地人物的父母 家人 沒嫁 很多都是不想讓人家知道 他是誰 除非有時候有時候要讓母親 要走拖 有時候家裡的人倒走 那有些就是大家都很低調 其實徐曉鑫的媽媽到底現在 怎麼說他現在誰做什麼 我們都不知道 他叫什麼名字我們也不知道 其實最我知道他住一堆我也不會說 就是說我們也不會去 特別去說那個就是徐曉鑫 他媽媽現在住一堆幾歲 什麼樣的這個背景什麼 為什麼 因為每一個這個工作人物 政治人物都會保護他的家人 對 那徐曉鑫的媽媽以前開早餐店 這個是滿很平常 因為每一個人的父母 他那位是做老師的 你像以前我們在疼的學生資料表 我們小學都疼父母都家館 對對對 都家館嘛 就是家裡 就是沒去吃頭路 那一家裡都叫做家館 如果家境都填小康 我很多人都怕我們疼一樣 所以也不會有人應該喜歡 不然你實際講 你是填富裕嗎 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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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填貧困 因為我沒有填過那個 所以我都填小康 好 所以這種政治人物的家人 其實你如果要出來 那你就要面對檢驗 我舉一個例子 比如說徐曉鑫的婆婆 上次人家在講徐曉鑫 什麼結婚以後有沒有生小孩的事情的時候 他婆婆第一次出來講 他說不管他們兩個夫妻有沒有生小孩 他都是我最好的媳婦 他接受訪問 所以新聞畫面才有他婆婆的資料帶 不然我們怎麼會知道他婆婆長 可是我們剛剛有資料帶就是 王毅川跟溫朗東 你們就是徐曉鑫口中的那個奇怪的男子 去他們家門口旁邊吃東西對不對 吃牛肉盒粉 沒有沒有 我們去的那一家是以前的早餐店 現在跟早餐店都沒有關係 所以在門口徘徊的奇怪男子不是你 沒有那天我有問溫朗東 要不要去 你看就這照片 這個是越南盒粉 這是越南盒粉 然後那個門就是他家樓梯的那個門 我們兩個是吃吃盒粉 我有問那個盒粉店的老闆 我說你這個租多久 他說租五六個月 他說那以前做什麼 我本來想說以前是不是早餐店 不是以前是做小火鍋 所以他那個地方是換手很多次的 現在人家做的就對了 所以我們也沒有特別去 去講說他家住哪裡 至於他家住哪裡 第一個揭露了 是四叉貓 對 壞貓 對 他講說什麼八德路四段108項 那後面我就不唸了 就不唸了 但是就是說 這些事情 其實對我們很多公眾人物來講 譬如說這個巧慧也是一樣 就是說 你覺得看過他們的孩子 沒有 對不對 就是小朋友 就是說他也會保護他的小朋友 那巧慧有時候會保護他的先生 那先生也很少站到第一線 對 那他媽媽沒辦法 因為我們蘇院長的關係 我們那也加館 加館 另外那些是公務人員 我都這樣貼 對 所以像蘇院長 因為選機選那麼多年了 從政那麼久 所以這個蘇院長 蘇媽媽 就是參長出來我們都看過 還有大家上次我還聽一個專網說 大家以為那個蘇院長的這個 這個蘇媽媽是小學老師 說其實不是 不是 是家館 家館 小學老師是蘇貞昌的媽媽 對 那個蘇媽媽感覺就是 以前我們那種 練小學一二年級的老師 那種這個 和藍可親的樣子這樣 所以政治人物 如果要讓自己的家人站出來 就要承擔 那不然你就把自己的家人保護得很好 你自己去外面拼就好 這個都是每個人的選擇 但是 許小欣一開始就選擇 一直講他媽媽的事情嘛 所以大家才會特別的關心 好 那所以呢 許小欣在講說他對媽媽感到很愧疚 哇這個時候網友有意見了 網友留言說 那你去賴清德他老家打卡的時候 你沒有打擾到人家嗎 人家旁邊也是很多鄰居的有沒有 然後呢這個 母親節還不忘利用母親來親了 你可以去賴清德家拍照 人家就不行 那你為什麼要去人家老家面前拍照 人家公寮 這麼多人去 他們也沒有生氣啊 你是在氣什麼 哇立刻被打臉 好尷尬 本來po一個臉書 希望大家同情一下 同情一下 把媽媽搬出來 但是結果沒有想到被打臉 好啦那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 四叉貓 你真的壞壞貓 壞貓咪 他又弄了一個圖 然後就懷疑說 巧欣他們家可能有天井 那這個天井呢 這個事情 其實許小欣過去也曾經質詢過 也就是說政治人物呢 如果 你在質詢這件事情的時候 而你家又同樣有這樣的問題 會不會有一些利益迴避上面 有一些縣 你好像有一點跨越了 這個我要請教一下巧慧 因為你們是從政的政治世家 通常政治人物在講都更啊 我們家就買在可能要都更的地方 或者是 我質詢天井 我們家就有耶 這件事情是常態嗎 這當然不會是常態 這個問題的開發語詞怎麼回事 這是不是常態 第一 這當然不是常態 因為就像蘇院長好了 蘇院長在這個台北縣的時期 其實擔任了縣長 是足足有六年多的時間 那其實推動了相當多台北縣 當時台北縣的這個都市計畫的變更 也改改變了非常非常多的地方 包括什麼 包括現在大家 這個都一定有去過的板橋車站 那一帶附近對不對 現在是不是除了車站三鐵共構之外 現在高樓大下林立 那在當縣長的時候 蘇貞昌當縣長的時候 其實那裡是一片平地耶 其實大家如果還有印象的話 那那個時候我都還記得嗎 因為我有住在那個地方過 所以我們早上是起床是帶著那個小狗 在那個空地旁邊這樣 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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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每天幾乎就是用六狗去巡視 那個縣政府的工地 真的啦 紫綺姐你笑成這樣 你不要說你沒有看過 你的年紀有看過啦 對啊 有啦有啦有啦 我要封殺你啦 有啦有啦對不對 然後你在看嘛 所以在包括現在大家說的林口地方 現在我那個林口的 現在新興房子那麼那麼多 可是當年的林口也是這樣變化 從平地變成到現在的高樓 像我自己的北大特區更是如此 可是在這幾個地方裡面 蘇貞昌有沒有因為在他當縣長的任內 他的土地財產 他的房舍財產 多一棟房子還是多一公分土地 完全沒有啊 這就是首分寸這樣的狀態嘛 那不是說你不能夠添置房產 因為像我自己本人 大家我的財產申報都很清楚 我現在因為擔任新北市的民意代表 我確實也在新北市 有一間置產這樣的狀況 但只要合情合理 大家都OK 所以最最重要的狀況 就是像剛剛川哥講的 其實我們也只是做一份工作 只是我們的工作常常是 去檢核別人 去監督政府 監督其他的部門 他是不是有合覆法規 是不是有弊案在裡面 那既然我們的角色是監督 那我就希望大家上場打球 標準都一致 對不對 你要上來這個球場打球 不管你是哪一隊 不管你支持哪一隊 沒有關係 只要我們競賽 球賽的標準是一致的 那就是大家憑技術嘛 你技術好你就得分 我大概給你拍手 那你不要打髒球 不要打假球 所以現在我們必須說 徐巧鑫這個案件 為什麼延燒了這麼久 那一直犯眾怒的原因 我認為其實是兩個因素 他踩了兩條線 一個叫做詐騙 他的案件是涉及到詐騙集團 這是台灣人現在最痛恨的一種案件 第二件事情就是雙標 就是我們剛剛現在一直在講雙標 因為徐巧鑫現在一直在丟新的東西出來 但一直被大家回宮 不管是從家人 跟爸爸媽媽公公婆婆大姑的切割狀況 到他的服裝 到這個什麼他的用的筆記本 到現在是房子 其實你任何一場都可以找到 他過去怎麼批評別人的 那現在大家只是用他過去批評別人的標準 來減和他自己而已 我們其實都沒有增加任何的負擔在他身上 包括像今天他這個母親節的發文 之所以被大家覺得 哇怎麼排山倒海的攻擊 其實也是因為他過去怎麼減和 賴清德的那一間萬里的房舍 那現在大家就用同樣的標準 你去人家家打卡 然後說大家來你家樓下 叫做是這樣 事實上大部分的人也都還不知道 他說是騷擾 大部分的人 你騷擾別人都OK 其實現在又是他自己公布的 不然的話大家其實也不太知道說 原來他在房舍現在已經是這樣 他越潑其實越多人想去看 老實說當時的賴清德的那個萬里老家 真的是住在裡面的人已經不堪其咬到什麼 不要說別的我自己地方的鄉親 我就有聽到說還要組旅行團去看的 天啊 對啊 我覺得這實在是太離譜了 套一句阿聰的話太離譜了 真的 阿聰我想說是不是念錯阿聰 不是 阿聰 好像是大聰啦 不是阿聰 大聰 大聰 開玩笑 我們不熟啦